大家好我是Paul 週遇到週五英文幾讀 你死了想怎麼樣處理你的屍體呢 我不知道我想燒掉然後撒在台灣海峽之類的吧 這事實上也是老梗很多人都願意這麼做 這邊有標題BBC的新聞 其實這個已經有中文版的新聞出來 只是我覺得值得介紹 那我們來看英文原版的也不錯 學點字嘛 那這邊說了Human Compost Compost Funerals Better for Environment 這個詞其實齁就是 我剛才查了一下 我自己唸Compost 可是我也好像看到有唸成Compost 那隨便你囉 所以那Funeral這個詞就是上禮 Funeral 殯儀館這個詞我們也順便學一下 不困難你只要加個home就可以了 Funeral Home 其實也蠻多字就是後面會加個home 也沒有講蠻多啦 像例如說你講一個Nursing Home 那什麼東西啊 這就是那種老人院 那裡面可能有看護或什麼之類的 Nursing Home 那如果再往前推一點 它有一種叫做 Assisted Living Facility 這就是可能老先生老太太還算能動 所以它可能多了一些協助方面的一些設備的 所以它叫經過協助了的 活下去的 住下去的一個機構 Assisted Living Facility 還有Nursing Home Nursing Home 那Nursing裡面有Nurs這個字 所以其實Nurs這個字還有一個概念就是 我們有一個名詞叫做Nursery Nursery跟Nursing Home放在一起講是在幹什麼 一個你看這很有趣喔 一個人哪 從他的開頭到最後結束走的時候呢 就先是Nursery 就小朋友去的地方 我怎麼按下去之後 好anyway 現在小朋友去的地方Nursery 然後等到快要離開的時候 你就進了Nursing Home 所以Nursing Home 所以總之你離不開護理師這樣 OK 好anyway 所以這邊一開始幾個補充的字 那就是Funeral Home跟Nursing Home OK 從Home到Home 一直講這個不知道在幹什麼 好anyway 他說這個對環保比較好 Better for Environment 所以就是你如果走了以後呢 就真的叫土歸土吧 OK 真的就叫土歸土吧 而且再強調一下 我剛剛沒有解釋Compost這個字是什麼意思 Compost的意思其實是 我大概可以說齁 這個是我 我的 我的 加拿大的移民旅程中 第一個學到的字就是這個字 你知道嗎 就這個字 讓我來講一下故事好了 OK 怎麼會 這是我在加拿大第一個學到的字呢 總之剛搬 就是剛去 然後 我們在去之前 就已經 看好了 我們要買一間小小的房子 那 那小小的房子是一對 老先生老太太 他們把他的後花園 顧得非常漂亮 那可是因為年紀大真的 都不動了 所以他們決定把房子賣掉 然後就搬去Nursing Home了這樣子 所以我 在他們搬出去之前 我就還去看了一下房子 跟老先生也聊了一下天 聊個屁呀 我根本一個字答不出來 我全都是他在跟我講而已這樣 所以他說 Oh nice young man come on come on 然後他就 你是我房子的繼承人了這樣子 下一個接手的人 So let me show you around 來到處看看 這樣 那當然好 所以他帶我到了後院去 跟我一起坐在一個樑椅上 然後他就開始跟我說 這是什麼花呢 什麼花呢 什麼花 可以看得出他的不捨 可是我心裡想就是 我們大概沒有時間照顧這些 您搬走了以後 這些明年都不會再開了 哈哈哈哈 OK 所以 所以他指了指了之後 然後我就看到一個小小的 不是小木屋 但就是一個小小的 大概半人高的一個像建築物 又不像建築物的一個小房子的一個東西 其實那個 我後來就知道 那個東西你就叫他一個shed 這個shed就可以代表一個小小的 遮風擋雨的地方之類的 就是一個shed 所以我就問了那個是什麼 然後他就說 Oh that's where we put a compost 那我就聽不懂什麼叫compost 但 我就是等到後來了幾年後 我才認識到原來他講的就是這一個 所以那什麼東西啊 就你花草草會 那邊剪個葉子 那邊那個這些花要先把它拔掉 不要讓它長兩劑 所以這些東西弄起來之後 難道你要把它當成垃圾丟掉 不是啊 你可以把它當成堆肥嘛 所以compost就這個意思 他就把這些東西收集起來 放到那個小屋子裡面去 讓它去爛 那爛了之後就是肥料啦 所以或許等到爛了之後 他可以打開 挖出來 然後去當肥料來當作 就有自己的organic的這個compost 很棒吧 所以 所以我們啊 要成為 肥料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 我們的遺體放去爛 然後拿去當成 這個肥料 是這樣子嗎 所以這邊你看他這一系列小標題 the process takes 30 days and relatives can then scatter the remains on plants or under a tree 這個過程花30天 然後親友們 relatives 就可以把你剩下的這些 這個 the remains 好 remain這個詞 一般來說是個動詞 就是維持著什麼狀態 那我強調一下它是一個不及物動詞 所以它是一個你要接的是一個主詞 例如說 雖然說我一直在失敗 可是我仍然是一個快樂的 開朗的人 so i remain a happy person an optimistic person ok after all i have been through 所以人生經過了很多 可是我仍然維持是個快樂的 樂觀的人 所以這裡的愛是主詞 an optimistic person 並不是受詞 因為這裡的an optimistic person就是我 所以這是主詞補語 這樣聽懂的意思嗎 這跟 i am a teacher 是一樣的意思 很多人會有一個誤解 就是愛是主詞 m是動詞 a teacher是受詞 不對的 如果我今天寫一個 i like apples 那apples才是受詞 因為我不是蘋果 所以要是你就是那個受詞 你就是後面那個字的話 你跟它是同樣的概念 它是來修飾你的 不管它是形容詞或名詞也好 它跟你是同樣一件事情的話 那那個東西就是主詞的補充資訊 不是受詞 可是你如果跟後面那個東西不一樣的話 那那個東西就是受詞 而那就會判斷出 中間這個動詞 到底是集物還是不集物 好這樣很快的再講一次 希望你有聽得懂 所以remain是集物還是不集物的 是不集物的 ok 它後面呢就是主詞的補充資訊 好這動詞的用法 所以這邊再說的卻是 新友們可以scatter the remains on plants or under a tree scatter就是去試散 remain 這裡的the 你看加了the 所以remain是動詞嗎 不是 這裡的remains就是你的剩下的 腐爛掉的剩下的東西 ok 可以散到哪裡去呢 散到植物啦 或者是埋到樹底下 ok on plants or under a tree cool 開始再看一下內容 a US firm has given scientific details of its human composting process for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funerals 所以這個環保的 一個副詞形容詞就是 environmental friendly 環保 這麼長的一個字 所以這是一個過程 所以環保的上禮 所以他們有一些揭露了一些 給出了一些科學上的一些細節 有關於他的這種 人類當作堆肥的這一個過程 ok a pilot study on deceased volunteers shows that soft tissue broken down safely and completely within 30 days oh for real 好 一個這個pilot study就是 像這個pilot常看到的是機師 那像如果說今天一個大公司要拍一個影集 拍一個劇集 可能他不會一口氣拍12集 當成一劑 他只會先拍一集 看看試試水溫如果不錯 他再把剩下的11集拍完 這個我們叫他pilot 那還有像是那個 瓦斯爐 有一個東西叫母火 所以他也叫做pilot light ok pilot 所以pilot這麼多意思 我就不寫出來了 所以這邊有一個pilot study 也就是說他就嘗試一下做這個實驗 簡單的說是 所以呢 而且這個實驗裡面牽扯的是 Deseased volunteers 所以這些人是自願者 但是他們已經死掉了 所以總之就是啊 這樣我如果要死掉 我自願老人的屍體來給科學研究 我就會是一個Deseased volunteer ok 所以pilot study on deceased volunteers 秀出這個pilot的study 研究出秀出了什麼東西呢 Soft tissue Soft tissue 這邊再說的就是人類的軟組 軟組織 Soft tissue 所以請你不要再把tissue認為是這個面質 它也是人體上的那種組織的概念 所以Soft tissue呢 Broken down safely 啊broke down 不是broken 對不起 那這裡的break down就是分解掉 所以這個break down 可以是分解 也可以是一個人 哎呀聽到一個很嚴重的新聞消息 然後他整個人就oh my god 就break down了 所以這個break down可以是分解 可以是整個人哭天喊地的垮掉 都可以叫做break down ok 那如果說當名詞就是合在一起 一般來說是這樣 像你是清海灘的話 那個叫beach clean up clean up是動詞 clean up 這裡中間沒有空格就名詞 所以很多時候中間把那個空格省掉 就會變成名詞 所以這個概念我們這裡稍微 我寫一下一下 這裡的break down是名詞 第一個有空格的是動詞 動詞片語 所以它是兩個字組成的 那後面的clean up也是一樣 第一個clean up 有空格的話是動詞 那後面的clean up 沒有空格的話就是名詞 好回來這裡 那我剛剛這個breakdown 我還想補充一點就是 嗯 那個分解嘛 這種我們有機的東西 沒在圖裡 或者死掉了 或壞掉了 它會慢慢的分解掉 我們也可以用decompose這個詞 decompose 你看跟剛剛的compose compose 像不像 相當像對不對 所以這個 excuse me decompose分解 所以 我們現在很多的東西 都用特別的素材來做 那個素材就是可以生物分解的 我們就叫它 bio decomposable 這個詞可以 可是 也更常見的 至少在台灣 或者是在北美 比較更常見的是 biodegradable 因為它可以 它可以degrade grade是等級 那你 被分解掉了 也就是像被分 降級了的概念 這樣子 本來是一個身體 現在變成都是一堆 稀泥這樣子 所以這個叫degrade 所以biodegradable 跟biodecomposable 這兩個詞都是 在現實生活中可以看到的 所以就從compose這個詞 變成了 decompose 然後再把它變成這樣 不同的形容詞 好 所以回來這邊 所以我們的身上的軟組織會 Break down safely and completely 又安全的 並且會完全的 就會分解掉 30天而已 唉 所以我們的屍體啊 30天就沒了耶 那 剩下的硬組織 我想就是骨頭之類的 Right 所以這個 這個公司 the company the firm recompose 名字叫這樣子 claims that its process saves more than a ton of carbon 所以它好像在講的是 他們有個特殊的處理方式 才是30天 我才是 Anyway 所以它可以省出了 至少一頓的這個 碳排放 carbon compared to cremation 所以這裡的 cremation就是 把你燒掉 OK 燒掉 那 燒你的那個地方 好像如果沒記錯 就是叫做 incinerator之類的 所以incinerate 這個詞也是去燒 那我們講說燒遺體 一般講的是 cremation cremated so the body is cremated 所以cremate 是個動詞 cremation 是它的名詞 總之它的意思就是 把人家燒掉去 OK 所以它 比起cremation 可以省了一頓的這個 或者比起 traditional burial 所以傳統的這種 埋葬法 那這個bury這個詞 我們前幾堂課講過 就是埋葬 注意它的發音是bury 不是bury 所以bury ok it says that it will offer the world's first human composting service in Washington state from next February 所以從明年2月開始 它就會offer 第一個 世界上的第一次 就是人類的堆肥計畫 堆肥的服務 從華盛頓州開始 有點屌 Alright 然後下面還有一大堆 然後他說 目前已經有15000人 sign up to our newsletter 不是service 這newsletter是他公司的那一種 newsletter現在都聽起來 比較少 就是每個禮拜 可能他公司有一些 新的announcement 或之類的 他就會把它 刊載成一個newsletter 然後寄給大家 所以有1500個人 就sign up這個newsletter 就希望接受這個新資訊 之類的 然後還有這個 好這句我們把它看完就重要 就是這個東西到底合不合法 所以這裡說的就是legislation 就是立法 to allow us in the state received by partisan support 所以這個立法的部分呢 它得到了 所以動詞是received 所以主詞是legislation so the legislation to allow us in the state received by partisan support 所以這裡的動詞是received 得到了 by partisan就是兩黨的 partisan就是 party是黨派可以 所以partisan就是黨派的形容詞 OK 所以我們 我們有一個 黨內的共識 我們就可以說這是一個 partisan consensus maybe so a partisan decision 這樣子 所以bipartisan就是 你知道美國就 他們是兩黨政治 台灣也是 所以要是兩個黨都支持這件事情 我們就可以稱為這是 bipartisan support 所以蠻棒的 表示沒有人反對這個概念耶 大家就當肥料吧 bipartisan support enabling it to pass the first time it was tabled 所以使他在他的 一讀就過了這樣子 所以我們知道有什麼三讀或之類的 所以passed the first time it was tabled 那這個table的話就是去排那個行程 所以這裡table不是桌子 講聽懂意思齁 那好 所以這裡還不錯 我覺得我們看到這裡大概也夠了 後面當然還有相當多的內容 你也可以去看中文版的 你也可以自己把這個英文版的看完 因為他後面有一些訪問的對話之類的 我就覺得還好 我們至少今天已經講到不錯的一些詞了 好今天不要把節目錄太長錄太久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我是Paul 我們明天見